美国总统川普自夸政府做很多防疫动作 但目前美国的防疫挑战还是不小 德州的是安东尼奥市市长 怒批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因为美国当局在这边安置隔离 撤离武汉和钻石公主号的民众 但检测却出包 一名从武汉撤离的女子两次检验阴性后 上周六结束隔离 但是人都出关了 检验实验室才发现 女子体内的病毒尽是过阳性 但她早就到处啪啪噪 接触到数百名是安东尼奥市市民 而美国检验事迹更被批评不够 在北加州出现美国第六十起确诊病例 没有出国史却确诊染病 可能就是美国本土首个社区传播病例 但虽然加州想要扩大检测 外来旅客以及州内的可能病例 却没有分配到足够试剂 更不要说美国从去年十月起流感新月 已经让美国医疗资源两头烧 就像武汉肺炎病毒的资讯和疫苗 都还在努力之际 让美国CDC早就警告 美国内爆发社区传播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东日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